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非常感恩 感谢天师的 也感谢祝福菩萨时悲 感谢我们师尊老大人的教导 那我们刚刚中午的饱子茶 也很感谢我们的了解 这样会我们准备了茶叶 然后下午我们要谈的主要是这个 倒卖全成路 但是我们可能大概上到一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一起进行到四点之前要结束 大概四点左右 那因为有的大家可能比较远来 您从台中过来 台中过来 那也真的是很感谢 有的大老远跑过来 那我们这个课程 感谢大家共同的关心 那道卖全成路 这是先佛为我们讲解 这整个道卖道动 那这个 这一个 道卖全成路是 这一个迅文 其实它内容就是 我们看到的 这四幅 那这个 三个都是足矩 这三个都是足矩 这三个都是足矩 足矩 用足矫 一节一节的足矫 这样展现出来 足矩 一二三 然后 然后 这里 是它的信中训 一过来这边的时候 变成 道卖传承路 那这个道卖传承路的 信中训在这里 好的 那我们看到这张 这个图呢 它 一开头是有一段 他 迫 这个整个 这个道卖传承路 这个圣训 它最重要的 要呈现出来的就是 一手 穿越千年 十度式的史诗 一步 超越三界 舊劫收眼的宝典 所以 看这个就觉得 气势胖部 那整个内海 哇 史诗级的 史诗级的 而且是旧式的宝典 其实 道统的问题很重要了 历史 就是寻耕 但是我们 在整个大道 传承的 整个道 每次出现 考验 大部分都跟天命有关 所以 所以 师母 统领天命的时候 叫做天智大考 其实就是天命的考 师尊回天的时候 也有一场天智的考 天命的考 所以 有师兄单位 就是 只奉师尊 不奉师母的 分出去 那在台湾呢 其实也有 这些考验 师母回天之后 也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考 都跟天命有关 所以 我们 在一般道的历史上 这个是一个 很 不容易 阻力 而且是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它会关系到整个 道的传承 发展 还有 一个 道场 它能不能永续的传承发展 还是它会 十分五叠 各自 分家去办 数大分支了 那也有 也有这样子 那这些都跟天命 的传承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 这个 就像这个图 它一开始 它说 这是第一张图 这是第一个 它说 正法眼障 天命在 三岐路一脉开 正法眼障 这个天命 天命在 这个六十四代本来就有 它传承的天命 所以我们都 代代的祖师都是因为 它有天命 可是六十四代已经满了 有人称第六十五或者是十九 或者是 白羊三祖 那 它还有没有祖师的天命呢 没有 已经满了 但是修半道的天命有没有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 但是祖师的天命 已经 我们说 圆满 close 已经满了 close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观念能够一转 不要太执着 我有祖师的天命 你没有祖师的天命 这样子就已经背了这个造的本质 就像这一句话 正法也当天命在 这个六十四代 六十四代 那也不能在这上面一直做文章说 那我有这篇训的 就代表我有天命 没有这篇训的 那前道场这么大 这么多道庆 那你们都没天命吗 那讲别人没天命 只有我有天命 这样也违背了这个道 道的本质 所以按理讲 他讲的这句话 是在讲这个六十四代 六十四代 然后所以这边有达摩祖师 莫冯老师 然后下 为我们 这个提醒 然后 第二个 他的精神 在这四个节目 叫做高峰亮节 其实高峰亮节也在讲 这六十四代 代代的主持 那一种 非常高峰的品格 高峰亮节的那种 留给后人的典范 很多都是顶洁的 但是 虽然顶洁 但是并没有减损他们那种 高峰亮节的那种 那一种 代主持的观伴 所以这篇是在讲这个问题 第三 就是生生不喜 这个生生不喜 是讲说 贵命的传承 天命的传承 永远在 而且是 只要 你真的发心在半道 你就有天命 走到哪里 就是天命的故事 天命的故事 是 包括我有在做 天命的父子 上天也给你 天命的父子 所以 生生不喜 上方传承 一代传一代 永恒的 你幻零八百 然后度回九幽远 博士 也不会说 到这个天人 回天之后 没天命 这不能犯到 他们的理由是 犯得到你 功德会要交给谁 交给天命者 现在没天命 还没有出来 那就 不能犯了 犯了之后也不能交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就违背了这十个字 叫做生生不喜 那这个就是自觉费命 自觉天命 就是天命本来是 我们不要去争那个祖师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容 你领 领讲师讲员 领天传师 有没有天命 有啊 就算一个办事人员领了 也有他的天命 办事人员天命 那会出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有人就是要那个 那个叫做祖师命的东西 所以他称白杨三祖 他称十九代祖 他称第几祖 第几祖 就是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不是 安分守己 一步一脚印的那一种 讲师命啊 谈祖命啊 领传师命啊 他不要这些 那看不起 那是太低了 我要的是什么 祖师命啊 所以称师作主 七师灭祖 都是因为 要这个天命 要祖师命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修道 要办到 这个要记得 祖师那个天命已经结束了 因为六十世代已经满了 没有第六十五 接下来是个人要去各了各的命 各了各的天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 就是你的愿力 还有你在人间 伴到上天给你的 你领了天词 天词就是天命 好 所以最后三个图 不愧起来就这一个 叫做一条金线 道卖传承路 金线是这一个 好 来自最高里天的母字 在那里 还有花光 母字花光 然后这条金线 这个金线的意义是什么 金线的意义就是 由本有言 最后接到老母 老母在信子词界里头讲 将来上天会降下这一条金线 来接九六一元佛子 为离天故家乡 一条金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 一个道卖传承路 他的坛主在往上 可能他的典传师 典传师在外上前人 前人再往上老前人 或是道长 或者是再上去师尊师母 再来祖师 一脉一直上去 有一个有本有名 这个就是金线 那有人是自己 称师做什么去了 所以 他就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师 什么又师 什么师 什么师 那你就问他说 在你的上面的 你是根基谁来的 就这个金线 他可能到这里就断掉了 因为上面没有 上面没有 那如果说 他说有 是 激光老师来试的 那是 借俏来 真的 一定是借俏 借俏大部分都是这样 借俏来受天命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条金线的一个最终的含义就是 用来检测你的天命的传承 是你自己自另立一个天命的系统 自己另立 那很多人就以为他讲的是真的 那就跟着他 以为他神通法术很强大 那就跟着他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工厂上班的时候 有一天一个那个 那个我们这个尹座工厂 一个师父跟我讲说 哇他要从今天开始吃素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他昨天 去的那个佛堂 那个佛堂啊 这个先佛来了 讲他怎样怎样 哇讲得好准 然后叫他吃素 那就真的立了 就要开始吃素 因为我一问之下 他那个佛堂其实是 是某一个从道中分出去 然后自己呢 说是师孙师母来投胎 然后呢 变成他们两个小孩子哦 就开始了 然后 所以我们会胡在他们身上讲话 那你其实你就可以问他啊 所以说请问你这个 证明这两个孩子 是谁来受益的 是你自认的 自认的 还是别人来给你 还是有上面的先佛来给你受益 结果最多只是借窍来受益 借窍 借窍这些都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他的金线就断了 他变成到他为止上面没有 所以这个金线有本有言很重要 像我们都在道场 我们上面都可以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我们的前人啊 我们的谁 到师孙师母到祖师 这一脉 绵延不去 最后连到 这叫金线 再过来是传承 传承在这里 这个传承就有了这个 总共这里有讲了 从东方后十八蛋开始讲 达摩神光声颤道谢 慧能 火载二百玛 天机罗祖处 道统九祖处 敬临跨客归 然后 且悟传了 无趋提阳主 其实他自己的称谓 有 有 有 持称名字的 比如说敬临 辽谷 但是大部分如果说 他的字 文字 用得够的话 他会加一个组 比如说罗组 徐阳组 清晰组 所以称谓是组 这个组是没有错的 称谓绝对不要弄错的 不要把它改成诗 姓氏的诗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里罗组 它改成罗氏 这样就有问题 人家也是罗组 也是一个祖师 然后 白马 白氏 马氏 应该是白祖 罗 罗祖才对 然后 因为他是二 二就代表两位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 这一条金线 其实他是有本有缘 然后到现在呢 来到这里 万八丘 日夜幻间 夜雨 雨淋 雨淋 你看那不是 不是德这个天明 是淋而已 雨淋 雨淋 淋成仇 然后 淫如就是 大夫 大夫老 序 所以 祖师命到第六十四 是结束了 接下来都是代表 很清楚 那这样大家知道吗 这个我们现在对这个祖师 至少我们要清楚 他东方的后十八代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这个是可以确定 最证实的姓名 你说 这个是不是白亦禅 这个是罗魏 罗魏群 然后呢 其实他九主也没写出来啊 黄德惠也没写 他只写九主 何了谷有写 无期徐阳有写 没有 这是两 习羊是两 习吉南跟羊首一 但是 习南首一也没写出来 所以有时候 是字 没法刚刚好 所以你说 没写出来就代表说 他不是习吉南 他只是姓喜 他不是羊首一 只是信仰 这样好像也不大对 所以 我们再看这一篇 基本上 他 其实就是像这样 好 这个 东方后十八代 其实在这一面 基本上 是跟这个 我们 这是我们 传统 大家熟悉的 道统 后 东方十八代 阿摩 南北朝来到东部 把道脉传承 倒水盘场 这个 然后带过来 传第二代 神光会 OK 然后 第三代 僧参 建制大师 第四代 道信 那 第五代 宏人 其实这个都是 佛教的 禅宗 所以我们说 这个 道统 它有它的用意 它是柔舍三教 那 禅宗 最重要的 从大摩开始 一直到宏人 当然佛教徒可能会抗议 所以你把我列进 但是我们要跟他解释 道呢 它是超越一切宗教 禅宗的这些大师因为悟了这个道 他悟是悟是悟是悟 一定是悟这个道 那所以我们尊敬他 所以我们把它列进 因为这个是一个得道高深 一个悟道者 所以在那个时代呢 就像暗夜的明灯 指引众生的一条明路 那当然我们会尊敬他 我们把它列进来 那在我们道统的说法是 他是有得主使命的 佛教当然他们不见得会承认 你所谓的主使命这个问题 他不会承认这个东西 但是在那个六祖坛经的最后面 他有列那个禅宗的前程的表 他其实也有列这个东西 我们是根基那个了 就是前五祖 只是在我们道统的六十世代里头 我们把他列入祖师 那祖师是对他的尊敬 代表他有祖师的天命 所以他传承 那从他之后就是六祖 那这个都是一代传一代 而且是面对面 就是我有看到你这个人 你有看到我这个人 然后把天命传给你这样 第一代到第六代都是这样 那他 但是到第七代开始就出现了问题 这个整个有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找不到这两个人 然后呢 这个呢 说是唐朝人 但事实上 唐代呢 他的很多这个情况跟唐代是不同的 譬如说这个罗主啊 他是被 形同那个策略 就是五马分尸 被处以急刑 他是这样死得很惨的人 顶结是用这种方式来顶结 就是说碎尸 碎尸了到 这个整个被完整支禁 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都知道 这个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 他是非常欢迎各个宗教来 常安传教 你来他还帮你盖一间庙 什么拜火教 什么教来 我都给你盖一间庙 那日本呢 前唐室 前唐室就是 他派人去学唐代的文化 回来大化革新 学唐代文化的这些大部分都和尚 他们都先 从宗教的这样子的学习 开始 用很多次来学 中国的禅宗 写中国的这个佛皇 那唐代都非常的欢迎 然后历史上记载说 这个罗主为什么会出现观考 因为他拿了一个护道绑文 在那边传教 这样也不行 而且护道绑文 在唐代不可能开这种东西 唐代会开的是什么 入点 就是说你要当和尚 要国家批准 叫做肚蝶 肚就是肚蝶 肚蝶 肚蝶就是一个让你有个习可症 你可以出家当和尚 那你有这个肚蝶 OK 拿了 就可以去找一个师父帮你肚蝶 他就会变成出家人 当年唐山藏 他就是考试 他经过考试 没考过 因为他年纪太小 还是怎么样 反正没考过 他在那边哭 所以被破格路去 他本来是没有资格当和尚 山藏大师 唐山藏 他是考试 他经过考试 他达到肚蝶 他经过考试 所以唐朝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就是说 对出家很严格的限制 但是很欢迎外来的所有的这些 来传教的 还有呢 就是他呢 你如果说 你来 他会给你很好的优惠 帮助你在这边传教 你要来传教都OK 而且他给的是度蝶 不是舞蹈 舞蹈板文是哪个时代才有 舞蹈板文是 明清的时候 尤其清朝初年才有 所谓的护照板 那个东西 不然 藏在 所以这个罗主他 鼎节的方式 以及他那个时代传教的 所用的经典 叫做大圣经 也不一样 那个大圣 大圣经典 大圣那个是等到 明后才有那个经典 所以 他这个问题比较多一点 但是黄主 九主 十主 这个就比较清楚 大概七主跟八主 在那个年代 问题里得多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认真客观的 从历史 从文献 从史料 因为毕竟那个年代没有讯文 我们要研究那个年代的人 你不能根据我们这个年代的讯文而已 你应该回到那个年代 根据那个年代留下来的文献 来做探讨 如果真正我们要把这一段弄清楚 你就应该要写着把那个年代的文献 把它找出来 然后多做出后面的研究 然后得出一个大家比较经过讨论之后 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文献议计 然后把以前的那些写者们找到的一些文献资料 都给人家抹定掉 那样子 不是我们做学术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 好 所以后面这一些基本上 大概都 比较 没有什么问题 倒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 严主 严主他的天命 传出去之后 传给了两个 齐阳二主都顶紧 他说他人还在 对 那怎么办 可不可以再传一次 不行 因为你只能传一次 传出去就没了 那就天命 因为有钱在天嘛 所以当你传出去之后 那结果这两个人都顶紧 那接下来怎么办 那只能说 这个 就等于说他自己回来 继续接掌这个道场 自己带这个道场 但是他没有天命 他不能再传给第三人 那你传给两个 那不能传给第三人 等他回一天之后 道场因为没有天命的领导 所以就乱 之后跟住去 所以说那时候产生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派 然后这个十二组就来降堂 在看阳云城降堂 看云城大会 然后选了五个 金木水火土先天无老代 叫做代理 代理的签命 就是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代理签命 代理签命 顶多就是代理 他没办法传签命 因为他没有天命 所以古老的时代结束之后 道场没有天命怎么办 就来到了第十四 这个讲古老就是这个 佛土木水金 最后留这两个 这三个 那十四呢 是怎么接的呢 十四基本上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天命 那时候天命在老母 老母曾重新降 降下来 给姚赫亭 叫他要接天命 第一次叫 启示给他 他没当一回事 他以为是做梦 第二次又降了 又没有接 到第三次叫他 某一个时间点 会有天神 领着老母的命 要他接这个祖室 然后叫他在自己的 家门前的庭院 百香案 接天命 他是在自家庭院 百香案接天命 接了这个天命 接了老母给他的祖室 在这个十四祖调赫天 然后十五祖 美海老人 他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从他开始 西前转中正 那就是转入乳印白羊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乳入 乳印白羊的开始 就是从他开始 然后十六祖 刘青虚 这个 他最重要就是把这个名称 给定 就是一以贯之的 以贯道 然后十五祖 那时候已经有 所谓的一贯探员 已经在意告了 意告这个名称的由来 然后再来就是 十七祖 十七祖呢 回天之后 并没有交代 天命要给谁 因为 那时候的十八祖 张天然 在他身边 虽然是一个大弟子 但是年纪最轻 资历最穷 所以 如果马上交给他 可能内部会不稳 所以十七祖都没有交天命 那其他七大弟子 大家就一直 就是 严重 每个人都 各个有把握 结果 每个都不见得有希望 那 不知道他交给谁 那 他在那边猜测 就请主师 请司机带来 来借窍 来请 不满百日就请 就主师 跟长大老母说 各有天命 因为 这就是一个考 因为天命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分的 天命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不是说 没有传承过程 你就自然有天命 那没有 所以 有人傻傻的就说 有这一句话 各有天命 然后就出去办了 就都办不成 你各有天命 也得要有个传承的过程吧 比如说 如果真的 这七个各有天命 那就马上跪下来 行主师 老母 商表文 领天命 这些一定要有过程 都没有 只是讲完之后 他们就相信了 就出去办 就这个问题就是这里 所以这个 就 等于说中间呢 就有一些考验 就是八大弟子有七个自己出去办 办到最后都不了了 就不知道去哪里 那 那 等到一百天了 就 主师下来讲 由她的妹妹 附中姐 这个叫做戴 戴你 戴你天命 把你 不是接天命 到场的传承 过程当中 主师命 它是 要接这个主师命 是很慎重很慎重 那是老母在受命 这个 一般来讲 就是 点多是 像这样的 叫做戴 那这十八祖呢 就孙师母同领天命 这就是老母来做主 由主师来 来传达旨意 然后 传承给 就两位 同时接天命 接天命 为什么呢 因为白羊起的需要 白羊应运就是这样 白羊应运就是 白羊应运就是 在这个末后时期 我们的修办方式不一样 我们是在家修 总入世人 一家的方式 所以要讲修生起家 修生起家 要有个家 所以人间净土是建构在家的基础上 所以十八代祖呢 它有两位 师尊师母 就好像家里的爸爸妈妈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 统领天命 为什么要统领天命 原因就在这里 也就是很映得这个时代的基 好 那 我们很快的把这个 冬化后十八代 做了一个介绍 那这十八代里头 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 我们现在还在努力 一句话能够找到的 就是 白马七度 七度 我们一定要记得 他们是祖师 在道统里头 所以 七度 本来就是祖师嘛 白马恶祖 就是白祖麻祖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是 它有它一个 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 所探讨的 所了解到的 等一下来跟大家做报告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跟大家做这个 白马七祖目前 我们所探讨出来的问题 好 先休息一下 我们 在 县商学院有这门课 那 从 明天后天 后天开始就要 就要从头课室上 那算是开头 所以 礼拜二的晚上 大家有空 可以一起上线一起 那这个 道麦城城路 我们刚刚看那个讯文 就只有 这样 这样 四张图 那我们会分 十 大概 十六堂课 来跟大家介绍 所以就会讲的 比较 仔细一点 那 所以如果对这个问题 有兴趣的 可以 上来 一起 学习 那现在我们来读一下 这一个 是 五瓜门 迅中训 天命到头去 日月双成代 一条金线 迅中训 把谋传弦坏 祖 真善道信 祖 从忍住 贵门 天物莫子书 有白白 二白满 天姬罗子 祖 道统所祖 祖 并如跨客归 有物传雅祖 如屈居然祖 赫天学与祖 中天姬君祖 直转白凉祖 终于主共祖 中杰度代祖 中藏子契德 白嘴老人父 祖哲之恩流 天命临如皆 大道的宏族 道外藏成路 藏头殉中训 一条金线将 十字道真佛 中藏子奉 天命万八丘 否则父母子 日月叛 兼得 岳于主部 以名故 与灵败成仇 佛祖明如续 与灵败成万国 好 你去读完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OK OK 好 那 这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到的 这一篇 道外藏成仇路 其实它的精华 最重要的就是后面这里 这是信中训 一条金线 这一条金线 我们看到它 它是从达摩 在前面的 这个圣信里头 并没有特别提到 那 还有这个 这边讯还有个特色就是 达摩祖师 十五代祖 都来借窍临探 都来献身所有 那 当然十八代祖一定也有 所以 也不是每一个祖师都有下来 尤其我们期待的白马二组委 你没有看到 真正下来借窍 来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没有 但这个又留待天机 就有天机在里面吧 等着我们往后 偷袋的人自己 想办法 要不断的去担导 要去了解 这背后的含义 所以我们 这个 好 所以 这个白马七组的历史考察 这个是在 早以前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 那时候做了一个报告 有关白马七组 这个时候 许院还没成立 同德议院还没成立 所以这个白马图的探讨 基本上 在那个时候算是第一篇本章 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其实不好讨论 因为 以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讲 我们一定要有文献 做根据 而且文献要 充分的 把相关的文献 通通都收集到了 然后呢 跟这些能够收集到的 能够看到的文献 然后来探讨它 要留本有言 留根据这样 如果只是根据 某一个单一的文献 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这样子是 比较草率的一点 应该要根据多一点 多方面的文献都要看 包括官方的 包括民间的 包括道场的 其实都要看 按我们 学历史的观点来讲 当然 这个问题 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因为 还有很多讯文 可能 很多文献 可能我们 到现在 还没办法看到 将来也许会保证 好 这样好了 那个 我们今天来 帮我先读一下 好 长久以来 有关一贯到道宠问题的探讨 一直是一贯到历史研究上的难题 尤其是九祖以前的祖师 存在多多的真意性 笔者曾对罗八祖有专文探讨 既然 林万传也曾 壮文对八祖七祖有些触认 然而看来 有未能真正明清相关的问题 尤其是 白马七祖十有必要延续之前 笔者八祖挪未全的历史考察一文 对一段道的道宠历史 做更一步的研究 好 这篇文章对后学来讲 是有一个意义 因为从这以后 几乎就封闭了 不再写历史的文章 因为 看到一些 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道场里面 里面的人 对 对 我们做这方面研究的人的 那一种 批判 提评 而不是鼓励 说有人做这个研究 应该可以 然后再继续做 然后做更多的探讨 又没有 就反而是有一些批评 所以感觉我们 可能时机还没到 所以还没到达那一种 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出来 所以我们可能只能这样 在上面的人 我们还是延续那种观念 前人或是道场讲的话就一定对 然后他们讲的就是这样 那你只能跟机这样 不能够讨论 那下面的人 你一讨论 跟上面的人不一样 那就不行 那如果说 今天我们要探讨道场的 尤其这种问题 这是一个难题 这是历史研究的难题 应该是比较开放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讨论 那有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力气 做了一些探讨 大家可以来讨论 不见得马上一杆子打到地 这就不行 好 所以来 仔细帮我们读一下 台湾一贯道的道统说 主要是根据道统导建一书的内容编写 编写而成 又是世代的戏谷传承 然而由于道统说游览已久 非成于义人历史之作 很可能是在太祖师归后 都有所征修 故意在传言而成 这早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不过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清 就是一段到最早的道统系辅之说 事成于哪一个时期 好 就我们学历史的人而言 我们可以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道统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人讲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说历史上 我们说那个 这个 这个 讲到道统 早期都只是讲 文武周公公司就结束了 那后面的道统 西部尤其到我们十八代 这到底是怎样的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去深究它 那现在能够找到的 最早写有关 这个 跟道统统 组织有关的是 十二组 十二组 十二组织物端 这里面 一篇叫做《记和堂书》 里面留有这么一段 《主派世系》的记载 这个就是它的原版 你看到这里有马白祖 马白祖 所以可见 白马二祖不是没有 这个很早就有 这个很早就有 马白祖 而且是《国宰初期》 然后《罗巴祖》 《团乡抛虚》 你看 这个是十二组 那年代就有 《黄九祖》 《主派世》 这就是《堂乡书》 再往前,你看,這個會 然後講到九祖 那個美祖九到黃美祖 五祖 然後講到,其實前面就是禪宗的 這五文,從阿摩開始 然後一直講到十二祖 可見這篇文章是十二祖那個年代成立的 還沒有十三祖 所以就沒有十三,那是講到 這個叫做祖派時期 可見在十二祖那個年代 他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 道統的一個記載 而且是從阿摩 而且講到這個白藝城 你看這邊講到白藝城 劉海禪就是 還有 有沒有講到馬端尼 有講過 沒看到 那我講到白藝城 所以白祖 他會 白藝城會在我們的道統裡頭 可能在十二祖那個時代寫的 這個道統世系裡頭就一定有講 而且他是馬白祖 所以十二祖回天之後 因為道場陷入無領導的狀態 所以有種種的紛亂 這時候就有《銀城保錄》這樣的一本書出來 這個應該是 可能說不定是批訓出來的 我不知道 但是裡面就有傳承細谷 這個傳承細谷 就講到說 《五乃達摩主食神光禪師》 《福安禪師》 《草宗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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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禪宗》的五祖 然後《丹陽義禪二祖》 《馬端羊》 《才義禪二祖》 所以你看 這個 你說他 這個 《馬端羊》 《義禪》 《七祖》 這個時候其實本來就有 你說 那不算 把它改掉 可是《草宗禪師》的著作裡頭 明明就有 然後這邊講到《羅八祖》 《王九祖》 《五十祖》 《和十一祖》 《四祖》 可見他是十二祖的時候寫 這是由十二祖 《零牌》批的 所以只寫到十一祖為止 好 所以 《馬白七祖》 到《白馬七祖》 我們後來為什麼會講《白馬七祖》 一開始是《馬白七祖》 你來幫我讀一下這一段 《馬白七祖》 《道光二十四年初》 《漢陽雲城大會》 後選出五位 稱先天如堂 指佛祖 成果金 墓祖 送墓成 《土祖》 《土祖》 《中祖道》 《水谷》 《洪水德》 《金主》 《林金蜜》等五人 暫時來掌理天命 隔年 《道光二十五年》 《一八四五年》 《一八四五年》 《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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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 《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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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stent소》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南裕大帝馬民尊者化身白馬七徒 這個時候把白馬七徒都講成是 這個佛教裡頭的南裕大帝跟馬民尊者 這兩個就是南裕懷讓禪師跟馬民尊者 也是佛教當時產中林的人物 那他就是白馬七徒 這個表很特別 不是講成道教人物 講到佛教人物去 所以南裕大帝化身為七徒 馬民尊者化身為七徒 這個是南裕懷讓禪師跟馬可道一 他們兩個就變成了罰准跟白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萬全堂的道外總言流就記載了 白七徒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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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記得禪師有個公案就是馬祖道一在那邊經進參禪 白讓就拿一塊磚在他前面磨 然後磨到這個這個馬祖道一這個奇怪就問說師父 你在磨磚做什麼 他說我要把磨磚做成什麼 磚磚磚磚有可能磨成磚嗎 然後怎麼不知道懷讓就藉機會啟發大 打坐要成佛也不可能這樣子 這就是那個公案 這個懷讓 那這個就是這位 這位南御大帝化身白七徒 然後再講到說盆水德就是水法祖跟金蜜 林金蜜 他們兩個是唯一五位裡面沒有定位 那先是水盆水土結最後才是金蜜 在同志十二里為止共有十五 那這一段期間我們也找到了道土細部記載 在太和堂行道條歸 這裡面有記載 就這個 就這個 我們來看看 這裡面寫什麼 來 這有達摩 達摩 然後二三四 這個講禪中 然後來到六 六祖 然後 道將佛宅七祖 海瑪 海瑪 一樣是海瑪 同以八祖道法大概 然後九祖 講到十祖 講到十一祖 講到十二十三 不見他在後面 十二十三 那這時候應該十三祖觀考 已經不在了 十二祖也回天了 所以金蜜如時代 那這後面就講 好 再過來我們看到 來阿瑟段讀一下 開始 白馬七祖 降懷讓道一的轉化 同志十二年18730年 林金蜜回天後 道場再度陷入紛亂之局 金蜜的因賢堂正式分裂為 三華堂及西華堂兩派 其中西華堂是以林金蜜之地 林樹玉 林樹羊為主 根據西華堂的 曆代祖賣原流契彩 這裡西華堂也有一個 曆代祖賣原流契彩 來西華堂 西華堂曆代祖賣原流 白七祖 南日大地化身 三月十四日降生 月東曹西人 傳教江西九江湖 林山祖談真人云 白馬祖開如山 108虎禪談 馬七祖法明道音 西偏十二代 馬明尊者化身 四月初九日降生 四朝西脫勒四山一生 祝長荒願後 明六祖授母大道 從白祖雙塵道慢 四周如啟 而真道歸火宅 這個地方 把馬祖道義跟白讓祖詩 說成是白馬七祖 到這裡都還是 都還是 我們看到我們的 這個是道統建律 你看這個七祖 南日禅大地化身 沒有錯 就跟這邊寄來講 然後一六祖 德六祖 在田中授飲一波 六祖見誰善根深厚 比其見性有天眼臭米 那 所以 這可以神起 大氣之人 所以就把天命授飲 然後也 一起授飲的馬端養 同長道理 同化講師 儒山起教 這總共有108個 進行 所以這一段很多是根據 這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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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廬山這個七華堂 七華堂 其實就是那時候 12祖那個年代分出來的一個 然後 歷代祖賣的一個 根據這個來的 還有跟前面的也 也接近 跟這個也是差不多 都是講百道 跟馬祖道義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馬端養 道道義 八子道義 七天二十八代 馬民尊重 對 也是 四月十五九 降生朝西 你看 鍋惹是沙門 生住去 這跟剛剛講的一樣 那六祖見他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幾次就送給他 一脈道主 所以白馬惡主 這就是 所以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一點就是說 白馬惡主 這個是有一個根據的 根據早期的這幾個 主派眼瘤 契固 或者是主派眼瘤 這個記載 然後根據這個來 所以 契固跟 白乙禪跟馬端養這兩位 主師 在道童寶劍裡頭的記載 其實道童寶劍是 他寫這些是有根據 根據前面的 這些東西來的 但也不是屏風照的 好 再來我們看到 十五祖也有對道童 有一個說謊 這個十五祖對道童的說謊 是在他的性點 視野 這個沒有記載 好 這個就是 他十五祖寫下來 接下來 他裡面 他就把他上推了 因為前面都是從達摩開始 現在是從搖開始 搖傳順 順傳 然後搖順 湯 蒙古周公這些進來 然後 就講到 到這裡 然後 就 提到童軍 提到釋迦牟尼弗 提到勞子 所以 這個 十五祖代祖還沒有把後面的拉進來 就是後 東方後十八祖 你看他這邊也是 遼順以堂 蒙古周公 風水 然後 加了 真 師 孟子 但是到孟子之後 他沒寫 所以 蘇代祖的道童 並沒有把中方後十八代的 一到十四代 就是從達摩開始到搖祖 那個道童協定 所以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說 六祖 七祖 八祖 這之間 存在著很多傳承上 有在厘清 一開始還是 懷讓跟道醫 這是佛教人物 但是白義禪是道教的 馬端娘也是道教的 這兩個呢 最後為什麼會變成 懷讓跟道醫去化身的 那種感覺 好 來 我們讀一下這一頁 七祖到八祖的傳承 根據寶劍的說法 白馬七祖與八祖 羅衛群皆是唐代人 九祖黃德輝則是明末新出人 因此 九祖是搖街八祖的新法 這個說法 就目前學界的研究 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 林萬傳在清先天道白馬七祖羅八祖 考證其與教人之成立關係 一篇文的結論 就論斷羅八祖是明代的羅孟宏 等於他也是否定了羅八祖是唐代人的說法 筆者在八祖羅衛群的歷史考察一文中 將列六項理由說明羅衛群是清末清書的人 我們來看七祖到八祖這一段傳承 顯然是寶劍的記載 屬於事後追加的一部份 一定不少所謂事後追加是指代代祖師歸天後 記者所加入的部分 這樣說來早期的道統說 在六祖之後到八祖之間的傳承 應該是在十二祖時期 根據前人的說法所編列 目的是為了和當時禪宗的主流及六祖的尼脈相承做連結 好 好 我們這段不用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寶劍裡面有講到馬端養 就是馬祖 然後這個跟蘭玉淮讓連結 這是一個佛教的一個道教 然後這個馬端養說是馬祖道一 這個有點 又是 然後又 又是白玉禪 這個是白玉禪 白玉禪到白玉姬是南玉大帝 化身馬端養道一 馬祖道一 這個排馬二祖一如三祈 這個部分 其實它有很多地方要去釐清 到底是佛教人物還是道教人物 或者是民間的 按理想應該是民間的 如果按照我們道統的傳承 六祖以後就進入道將佛展 那應該是在民間的 那現在是講到禪宗的人物 又講到道教人物 所以這個部分是比較多我們要去探討的 如果真是懷讓與道一 那就符合六祖心房地子之說 不過根據最早的十二祖 祖賣原有的記載 馬白祖火才出起 意思是說 從馬白二祖之後 道將肅民不再是由出家人 承接主賣 而且根據寶劍的說法 白馬二祖都是在家居士 而非出家人顯然與懷讓道一是出家人不同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在這裡 因為他們雖然是同時代可以傳 可是都是出家人 就不合這個在家居士這樣說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這個白祖跟馬祖 可能的在道統記載當中 把它寫成白浪神師 法祖寫成 法祖道一是最早的寫法 然後後來有白一祖的說法 還有馬鑽養的說法 道教人 然後這是我們物理管理不一樣 一個道教一個佛教 那等於說這個白祖到目前為止 確實是比較多要去釐清的 那因為如果是佛教 那同樣唐代 那這個六祖可以清傳 但是如果是道教白一禪 那相隔五百那沒辦法清傳 然後懷讓也可以清傳 但是佛教人物 然後這個是七真之一的王崇陽 清傳地 就是馬鑽養的清傳地 那應該按照這樣來講 這個馬鑽養 怎麼又會跑去拜六祖 因為他是王崇陽的清傳地 他又跑去拜六祖 所以這也很奇怪 這以六祖清傳不符 所以白祖馬鑽養在這裡 確實有很多有代理清 但是如果道統上面講白祖馬祖 那我們暫時保留 因為不一定要馬上認定 他是白祖馬鑽養可以 但是有這兩位祖師 白祖馬祖 不然第七代就空了 不行 所以有關白馬七祖 目前我們在這裡大概 我們能夠看得到的文獻記載 大概就是剛剛上面給大家分析的那幾個 那其實還很不足了 那個部分記載的不完整 應該還會有 只是我們現在看不到 那再來就是現代的 刀邁城城路 那個留下來的 那個也是這樣 白馬雙城 就是有兩個祖師 兩個祖師 其實他也承認 先佛的意思是說 有白祖馬祖的存在 也是兩個人 可是我們從歷史上去找 白浪也好 白義禪也好 或是馬端陽也好 馬祖道義也好 這個都有點怪怪的 就是說 那個 到底代表的sustain 這個目前 確實是 值得我們去探討 那另外 到法界裡面講到六祖 被惡聲追 然後又跑到田中 然後白義禪救他 白義禪怎麼會 變成一個水家人 在這邊出現 他到底是 佛教的那個 所講的那個道義 而是懷繞 懷繞禪師 不得知 不然他怎麼會跑來救他 得受一波 然後馬端陽 同時也是跟白神一起 然後在這三年當中 又有一位馬端陽 他們起 受了天命 這個裡面就講到 六祖傳天命的經過 傳給七祖的經過 所以這一段也是 這個 所以很多 值得我們去 去建立將來這些探究 所以我們不能太早 給他下定溫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不完整 還有很多不實在的 不太可能的 我們的感覺是這樣 還有那個年代問題 主祖的傳承 到底是怎麼傳的 經過了500年 怎麼去傳到白藝長 這個怎麼傳的 這些都是 可能都是 怎麼講呢 就是說 那裡面還有很多很多 這些理性的問題 好 好 關於這一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了 這個 白馬 這個 這個道總也有講 就是這種 七祖 白藝長 道號白藝長 然後八祖 再來講一下 有一篇聖訊 叫做道總聖訊 這裡面講到 有一段 這個在我們一般道上裡頭也有 他講到說 道傳火采相聚 歸風相接 其帶者 歸風所積白馬廟 此以歸風之地名 故以白馬 夫七祖 所以說說 其實七祖是一個人 叫做歸風才是 那歸風呢 因為他積在這個白馬廟 不過這個 這篇聖訊 只有單一一個這樣講 而且很奇怪的說謊 基本上 後面就沒有再出現類似這樣的說謊 所以這個也是 大家會去存疑的地方 而且有很多地方 這個歸風到底是誰 你說歸風所謂沒有 歸風是一個人 然後向下揭露 這個是訓文裡頭 如果講訓文 這一篇訓 講到道頭祖師 而且講白馬祖是歸風 而且是一個人 那我們去查歷史 確實有一個歸風禪師 確實有一個歸風禪師 那歸風禪師 確實是有一個歸風禪師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六祖 那個領代的 不是領代的 那再過來 在捷路舉蘭這裡面 講到的道總 在捷路舉蘭 這是民國時代 師尊在用的領代的禪師 這裡面就講到 這個時候就開始從福西了 直至福西了 然後福西一直傳承 經過東方十八代 一直到孟子 清法師寸 然後就 釋迦摩尼佛接系 然後一直到達摩回來 然後 同時 他講說 同時都出有勞子定律 比如說 佛教的 這個釋迦摩尼佛跟勞子是同時 他們 變成有兩個貴命的存生 一個在印度 一個在東部 然後他傳道教 然後後來傳給 孟子 孟子 然後老子又七化五化 一脈分三教 然後傳到二十八代 梁武帝的時候再回來 然後再經過這個 神光 摩尔人 聖燦 道信 紅人 來到 會 然後到七祖白馬 八祖 羅遠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他的心 那個道脈 道統的傳承 人的部分經 越來越完備 所以六十世代完整的呈現出來 應該是在民國時代 在這之前還沒有看到完整的寫料說 有寫到六十世代 大概在民國的時候才有 所以我們去找這個龜峰 這個東西其實找不到 而且只有這瓶訊 這個沒有 其他沒有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天道真理講義 天道真理講義師兄 不是 那個院長大人 院長大人來批 來批的 這裡面有講到道徒 道真理 真天命真 講到天命 天命就從福西開始 所以這個時候就已經是完整的七天 還有東方前十八代 七天的十八代 你就會想到達摩東了 然後存了十八代 那已經這個時候 道統已經成請 道統時候已經成請 然後一貫道疑問解答 這裡面有沒有呢 這個大陸來臺的前人 有百來未 有帶了一本 道主也有帶一些基本善書 這裡面包括一貫道疑問解答 就是性理提示 這裡面就講到了 道的傳承 然後就講到佛教 這個實際上摩尼佛傳了二十八代 然後再講到達摩神光聲燦 風忍會 然後到東方後十八代 這個六祖傳七祖的白祖跟馬祖 這是一個白祖 然後羅巴祖 黃九祖十祖和十一祖 連十二祖 這已經是跟我們後來了解的 道總六十四代已經很完整 道十七 你看他寫到十六 這個七 十七應該 可見這個時候應該是十八代祖 講到佛祖 講到佛祖 這是在十八代祖的那個年代 那這個是性理提示 性理提示後來宣文 建國批的裡面也有這段 八祖 九祖 十祖 到這樣過程 你的新民進秋路也有 這些都基本上已經看到道統的傳承已經定型 大概在民國時代 早期還沒有這麼完整 就是總共六十四代的傳承 好 這裡還有一個道統歌 《踩馬二人》 然後羅 羅也 是 羅智也 羅功 八祖 還有這個 後十祖 敬禮 這個 和十一祖 和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你看他沒有寫到十八 因為那時候是真正 等他寫到十七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道脈傳承論 這裡面就講到 我們剛剛有讀到這一段 讀二圖沒有讀這一段 所以我們來 大家各本 那個小本的打開來看一下 那個燭二圖有講到嗎 駭馬雙神 這個問題 來 必幾頁 六十九 六十九 大家來讀一下燭二圖的信中訓 來 有沒有看到 沒有嗎 燭二圖 俗圖二圖 俗圖二圖 好 那有後續來 不渡身離 渡蜀夫 白馬雙城 順天術 駐經天基羅祖祖 道義結傳千領夫 神佛獨寿口絕父 正宗道統九祖祖 靜臨跨客歸先祖 文師解悟傳了祖 皆系無期徐陽祖 頂結了道嚴祖祖 五老雲臣 張臣柱 各間奉子 道牌子 結衣達本 信度 墨厚收眼 映真如 臨時一指 同天路 此行天真 眾生度 我覺得這個算很精準 在這個組裡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幾個 尤其提到白馬祖 提到羅八祖 那觸天基 所以道義結傳千領夫 所以白馬二祖 目前我們是應該把它稱白祖 到底是誰 真正的姓名是誰 也許我們可以不用寫出來 就稱白祖 這裡也有講到白馬雙真 可見其實有這兩個人 那姓名也許還沒找到 但是不要把它稱 應該稱白祖 白祖 這倒是比較符合 因為它是祖學 對嗎 好 至於我們可能的追論 這個只是後學個人的看法 並不代表他的結論 所以這是可能的追論 一貫道的道總可能才第十二祖 因為那時候開始有這樣寫 然後十二祖道總做的架構 尚在建立階段 所以白馬祖就寫成馬白祺祖 或是馬丹良跟白祖 那馬白祺祖後來寫成白馬祺祖 可能是受到前途表文 上面寫南居大地 跟馬民尊者的影響 先寫這一個後寫這一個 所以變成白寫在前 馬寫在後 所以就是也是受到 白讓跟道 因為這個是老師 真的是學生 因為白讓是馬祖到越南居 所以師在前 不在後 就變成了白馬祖 那白馬祺祖 因為八祖道十二祖 修的是道教 所以有可能他真的就是道教人 因為如果他是佛教人物的話 那這個變成八祖是一個轉折 因為八祖修的是道教精湛派 所以我們覺得他應該是道教人物才對 白馬 這個白以在馬端仰神 這個就是精湛道 這個就是清真教 所以這個如果不論年代 就論人物 他還蠻符合道教裡面最重要的兩個派 所以我們說道主 這個地方是還有很多真的要去討論 要去探討 那不能太早下定論 要是認認 好 這個問題大概就討論到這裡 意思就是說其實後學的看法 是認為這是從文獻上看到的 那有可能的樣子 但是實際上是真的還需要更多的文獻 進去探討 道房保健寫的也未必是真實 那這裡面還是有一些長考的這樣子 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然後這個八祖的部分 像是會有機會再來跟大家探討 那我們還留一點時間說要給大家來 分享一下心得 好 我們先讓大家來分享分享 我們最後再來避判 好不好 好 來 有沒有 康兄 我們今天這個道曼傳承路其實就是千命傳承路 那個我們今天要得到很難 因為從十三代古大路 十八代古差不多一千多 當初的時候是什麼 你一定要修 修那個禁作 那我們為什麼八樣大開古書 那個郭明義講師啊 郭明義講師啊 他講到一邊是主說 如果你是 就是前的人要三藏 佛教的三藏合陸經典 如果你 要補那麼多書 你還不能得到他的心 不是 所以明希子 直子仁希 戒信成果 所以六祖傳承路 不是吧 直子仁希 戒信成果 所以我們今天 整個一件事情就是道 道總前方方四十八代 西方的八代 那後方方四十八代 就是六十字光 這個卦裡已經滿了 所以說 你說有天命 那都是七天王子 所以天命有兩種 道總的天命 有一種的天命是什麼 你自己 得著戰之後 你要怎麼樣 要休息 那個五行有沒有講 五行就是五戰 金剛敵瑞是三號地點 叫五七條點 你要回來之後 回來自信 那個明希子 我們就知道 這個先天八卦是 提醒的 國軍發卦是用 那為什麼 哪個白天八卦呢 白天八卦就是明希子 道是 哦 在轉九十四的時候 明希子 超坦全力 恢復到本氣 是正的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 惡人 天命到頭的天命是六十四卦 如果有人在講超過六十四 他說三主要是騙人的 但是真正在講 所以我最近有一個性 叫做那個 中藝 中藝有三個講 他第一個是講經典 第二個是講什麼 講半道 你要說半道 你要外公 第三個就是什麼 內政跟內等 怎麼叫內等 內等 我們這個 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是體 後天八卦是用 白天八卦是體用而已 白天八卦是體用而已 白天八卦是先天八卦 轉九十五 明希子 這樣抽卡才能恢復的行政制 所以老天人講 你修修你的內等 你才可傷可久 不然 我們是半道 修道 渡人有沒有渡 我都沒有 所以 為什麼 一般在 一般他那個 盜賣經濟 他為什麼 為什麼那種這個盜賣 盜的源頭 盜的大卦 盜的術 盜的術 到最後一個角度 叫黃本服 黃本服 你要如何修回來 這才是動 所以的話 可藏何久 所以今天到晚傳生部 就講啊 正晚天 三喜古路 一個人來單傳商人 到贏到險 所以在贏 贏的時候 當初贏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敢說到贏 很多政治都不敢 賢的時候 賢的時候 賢的時候就是 你等於是 講這個白安 一天 就是寫 為什麼 因為 他轉用格 一段到 到那場 八節課 你知道嗎 後節 沒有時間 還在上班 後節就每天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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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到 到盜曼祖節 是在講什麼 不是講 王內蛇 噢 西尊報告 佛音報告 白安報告 你一定要 白安報告 是告訴你 民主義主 民主義主 民主義主有沒有用處 單戰蛇 不經典 勾戰於 自行難道 你只能夠親近 你就是佛 所以我們今天所做的事 跟所有的聖賢 做的事都一樣 我們今天應該趕到很陽性 還有我講一下那個 我們今天得道的很多 生修的很多 得道的少 以前是得道的分少 修行的很多 現在我講一句 你聽聽看 很 什麼 我講 對 現在日劇一天 其一聖五百零 來朝 莊以慶福 如今中國有聖人 追悲豪靈 做的 事已從一身天 以及太太的國中 這個 如今中國有聖人 他講一句很好的話 請問各位 你們現在做的事跟聖賢 是沒有一樣的 來面對 所以是 華麗瓶這個 聖選新國的後天 所以這個中國的聖人 是誰 就是這一群聖選人 在上課 華麗瓶做的事跟華麗瓶做的事不一樣 很一樣 跟華麗瓶做的事不一樣 但是如今是 顯 大開鼓勵 你一定要怎麼樣 第一個 你一定要在考慮 複頭通 你一定要複頭通 為什麼那個什麼 畢光法師 他沒有收到 可能有差一點 因為他 他不能回去 我都會吃貼的 你發揚 說 這一直都一樣 你知道嗎 一千 從那個聖誕祖到 首八太祖的時候 是一千多年 這個聖筊很久 因為我常常來看那個 中醫鼎的公愛師金鐘 我都有在研究 今天很感謝你們兩師指揮 因為我有 我也 二三只能這樣講了 今天就 跟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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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 好 來 我們 接下來 我們哪一位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看 來 您從 臺東上來 我們把這個 愛修也是沒有關係 這個意義 今天特別上來 好 不要支持 對 好多錢也很好 賴光好 很高興能夠參加這個聖班 當然 後果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 對這個 很有興趣 而且 現在在那個 天委佛院 從可學院 在修學分拜 所以說 後果比較翻譜 這樣的一個情路 當然很感謝 我們原來是職隊 能夠 封城福祖 不管是在日本 或是在台灣 真的是很盡心盡力 後果真的很感動 從線上學院開始 但是 我想這個 毀人不倦 這方面 後果也是 非常的感慨 也希望說 我們 本來是一定要 一定要 身體 要腦弱 這個是後果一直很關切的 裡面 講重要 心配重要 還有 這一個 大外全職 如剛剛講的 這一個 遜中遜 是在 這一個 遜中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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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這裡 胡圖陰 胡圖樂 胡圖山 遜中遜 把他補成 這個母字 母字 光寶遜 遜中遜 一條金線 還有這個 道外傳承 他 是 給這個節目 最後 或許要感謝 這個 講道文哉 目前這個 已經出道第15 我真的很感謝 或許 把他傳到國外去 那個 國外的梁師 這是 也要記得這個機會 來感謝 我們的梁師 這個 當然先佛的聖訓 文藝非常的深遠 而且 他整個 這個 排版 非常的 看起來很舒服 他整個 配色 這方面 是值得肯定 也感謝 講師自卑 感謝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來 來 來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一路來跟我們臉療肌質疑還蠻多的 那他又要念頭絕來 那我本來也是一樣 因為陳凶 那個陳凶男 他也是在我們那個花瓶熊的那邊 那今天他剛好一次 他剛好說下一次 感覺平常是會癢得太愛 那平常是 那多年以外 他剛好 那這個 我記得 阿嬤還在的時候 他就是在新店那邊 那有時候我今天會上課 他在那裡用餐 就阿嬤用餐 那我就先 平常是阿嬤 那個阿嬤 阿嬤 他說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人的 每個人都說 阿嬤就是 北方教課 另外大家都說 阿嬤都出貨 阿嬤就是 北方教課 對 那 平常說四輩 你們在做的 我的保障 你們的生意 我會對我們可以講一些道場的一些經典 尤其這個道場有講寫 他有在這裡 那個 三輩路 原來是一路過去這樣子十多年來去度 他以前 他以前 我聽 沐揚嬰 是 那一輩子是 一輩子 一輩子 他以前經典 對一輩子 那他從周一 然後一直上來到白羊 那白羊役在講什麼 周一是在講十個位 那白羊役呢 是在講十位 還有一個 對 而且 白羊役啊 正能量 384遙遙遙結束 那周一喔 是有敏會的地方 有 因為在文藥役的時候 有一個晃就知道 好 那這個上天的十堆 那為什麼會有白羊役 就是先從十堆 在早在二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那時候 再籌碼這個 哎 你們現在 被人用香港市對不對 差了好幾個 沒有其結成 因為應該要 8、6、4、4罐 那時候 還差了 有幾個罐 沒有 四個罐、五個罐 那由香港市 香港的香港市 去這個企業 就算這樣子 就這樣子 錯了 然後 然後 基本就開演這個白羊役景 那 過去非常的感人 每次 就是 北南市 回到國內 都會有人上白羊役 那 我 因為前期 對白羊役 也 多 對 也能收益很多 那 非常感人 北南市 這樣子 來 來教育 那 我把這個時間 給 在一個 有 我們要來發表一下 他知道 好不好 好不好 跟大家講講講話 這就好像 家人一樣 家常話 啊 後年 是 做班長 有時候 我們在那邊還會唱聖歌 有一次我唱聖歌 唱了那個 哎 老師的那個 啊 就是 就是 聲道說自己都非常感動 那時候 金魯 也要順利 那因為 金魯在當聖異 本身是熱戰的 希望你這位讓你來 帶來 帶來 聖歌 我們 好 有時間給 你會跟蹤 那我們 有時間給 那個 男的親切 哦 我們要比班了 好 對 好 好 感謝你幾位 過四點 來 跟蹤 還四位5點0的 特別明白 特別明白 沒有的話 我們就準備要避班 好 不要大家那麼客氣 那請等下一次 大家會 因為時間不限 不要 好 我們時間到了 好 那我們大家是不是就準備 來避班了 來 來